录节目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我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知道上一季我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化妆 你知道当我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那个 花了两个多小时 化上了全妆 带着完整妆发的我 脑子里就闪过四个字 就是没有必要 不时尚的一个事 真的也不能全怪我 我从小到大对衣服就没有自主选择权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买过 一件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买的所有衣服 都是我妈觉得面料好的那一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衣服只要到我妈手里 她只要轻轻那么一搓 她就知道面料好不好 我想说你那个手是质剪仪吗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她跟导购在聊天 你知道吧 她说这两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导购说 这件两百 这件一百 然后我妈说杨丽 这件面料好 她说你摸 你摸 你看 特别轻薄 我说是 那一张一百的 肯定比两张一百的 摸起来轻薄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那些打扮特别夸张的那种时尚潮人 我都特别羡慕 我说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潇洒那么自由 难道他们都没有父母吗 她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 所有的东西都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这辈子有没有人管得了我 别说你了 连精神病院都不敢抓我 然后我就只能悄悄地溜过去 说我的衣服面料好 我还特别羡慕那些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平了也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存在的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老娘 老娘